在布達貝斯維亞納 我們都沒有吃麥當勞 因為我們沒有時間 所以現在來到布拉格 我們決定要吃麥當勞 英文 有英文 吃這裡 看看有什麼特別 Burger類 Burger類也是差不多 不知道什麼什麼起司 但好像很棒 這個沙片為什麼 新可能是 沙律 沙律 薯條類龜 當然 這是新的 我吃 是要買的 是 湯瓶酒 一定要甜酸醬 Curry Dip 甜品有什麼 Milkshake 上面有Cream 有啤酒 他們 心狠淚 因為為什麼我們不按機 因為我們想搶黑浪 所以我們就要給YULO驗金 然後他就會賺黑浪 但我們後來發覺 應該都是給Credit Card會最好 和最方便 因為我們剛才叫食物的時候 真的 不知道大家說什麼 所以我們現在叫食物 我們心狠淚 我看大家如果來麥當龍買食物 都是用Credit Card 但是 要留意這裡的Credit Card 如果你插卡的話 你是要輸入密碼 但是 我不知道我的密碼是什麼 但如果你是用PayWave的話 這樣在部機上 按一按 就可以完成整個交易 所以我覺得來這裡的話 最好打一張可以用PayWave的卡 薯條 這個是雞塊 然後兩個生口味包 這個也是生口味包 這個就是Coffee Ice Cream 然後呢 其實那些Ice Cream已經溶了 但是你這樣摸 是感覺到冷熱 在膠溶 試一下 因為本身它的咖啡 應該是沒有加糖 本身是雪糕 然後是甜的 所以喝下去 挺舒服 然後有點像 Cappuccino的感覺 我先試這個 朱古力 嘩 是非常不行的 它是 朱古力奶加水 我們為什麼 這次 三個地方的朱古力 都是伏伏的 它是很淡 它是很香 看它只有一個香味 然後味道是沒有的 我覺得這裡的咖啡好喝 吃薯條必備的 甜酸醬 還有這個是咖啡 試一下這個 它已經是有芝士的 它本身其實有另一個bacon 然後我口快說了 不要bacon 然後都免得再跟它說要改 我覺得 很累啊 剛才叫的時候 它不是純芝士 它是芝士沙律醬 真的芝士的時候 它應該會很快凝固了 變硬 但是其實 通常芝士 硬了是沒有那麼好吃的 但是它這個是 芝士沙律醬 所以 好吃 我們試一下這個 咖啡點醬 我吃薯條真的很喜歡點這個醬 它是甜酸醬的 咖啡版 先試一下藍芝士 藍芝士 我真的真的 藍芝士超好吃 這個其實是沙律醬 但是很棒很棒 大家來麥當勞自己買一包回來 這個就普通 就這樣沙律醬 菜單真的沒有特別 我們想點一些特別的東西 但是真的沒有 它的甜品 是福盆紙批 但是 我韓國已經吃了 所以我也免得再點 應該味道差不多 然後我帶了這個 雞塊 先試完美 麥樂雞的長條版 是皮炸的有點不同 真的一樣 我以為是雞肉 我以為是雞柳 對雞柳 但是不是 我覺得薯條普通 正常 沒有什麼特別 沒有特別的酸味 是因為有些醬水好吃 它本身就普通 本身就是 沒有味道 然後它不鹹 而且我發現 這裡的東西真的不鹹 我想要吃鹹 那個雞肉 然後叫了兩個新出的包 叫做 叫做 沙律芝士 和沙律芝士 不知道是什麼 它像漢堡包的樣子 所以它是雙層芝士漢堡的 就是減半版 單層芝士漢堡 然後快肉再薄一點 它的番茄也很厚 它有少許沙律醬 混合了 醬的漢堡包 麥香雞包 多了芝士 這個醬是一樣的 萬格不得 我覺得它們的東西偏薄 我不覺得它的東西是薄一點的 這個味道很正常 這個味道 不過不失 好 嘗嘗這個 乾的 Bic Mac Bacon 很薄的Bacon 吃不到味道 而且沒有味道 吃不到美人的味道 而且有偏乾 這個真的很薄 整體的味道 它是Bic Mac的味道 我喜歡吃Bic Mac的 我覺得單層芝士很好吃 喪失笑容的 一餐肉 你吃完這個你就覺得 這個可以的 包跟我們期望中的完全不一樣 很乾 超乾 我們快點要吃好東西 我們在這個布拉格的麥當勞 這一餐是吃了380元黑黃 大概港幣是8多元 其實這麼多東西是很划的 但是唯一一個問題就是 它很不符合我們的期望 可能它是迎合本地人的吃東西的習慣 因為包全部都偏乾 因為這裡的包都是又乾又硬 吃到別人很累 在這裡吃麥當勞都有這個感覺 所以 不妨勸大家如果是來布拉格 然後又想找東西吃的話 我覺得麥當勞可以是 很最後很最後的選擇 因為吃完之後真的會失望 唯一好吃的就是這個 藍芝士醬 真是無敵 就是這樣可以在機場買 所以大家可以按很多包 我覺得我有機會就這樣買 買回去香港 真的好棒 這個醬 還有留意一下 如果想去麥當勞借廁所的朋友 是需要付錢的 因為我們本來以為 你進來麥當勞吃東西 然後可以順便去 結果是不行的 是要付錢的 是10元黑浪的 每次都可以順便去 那麥當勞 那麥當勞 說不定的 是很久的 那麥當勞 是很久的